张国荣的美真正是芳华绝代不可一世 他是孩子和天神的混合 一个人就能诠释最颠最狂最姿势的港产想象力 其他演员被角色定义 他定义角色 其他演员被美定义 他定义美 毛坚说 在一百多年前 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就说过 从前是文人写作大众阅读 可是到了今时今日 却是大众写作无人阅读 从前人们阅读不分场合 在公交上在公园里 都能看到人手一书 因为那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娱乐 但进化到现在这个科技时代 似乎有太多事情会让人分心了 大部分人似乎都已经失去了 在字里行间寻找乐趣的耐心 你有多久没有读到了一本好书呢 我觉得就最主要还是感觉越来越少人捧书了 那感觉 所以当这个行为好像越来越稀少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会把你当怪物款 好像你看我们有时在这个脸书上 你打卡 你看脸书 你分享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哇你看书啊 你是文青啊 对 我可能只是觉得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把看书当作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其实看书就是一种很实惠的娱乐 因为一本书可能五六十令吉 那你可以看很久 然后你可以重复看 然后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很喜欢看书的原因就是这样 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家毛坚 她本身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女青年 对 那大家普遍上对文青的身份是感觉到好像 哎呀身不可测 就高不可攀 但也有人说文青是那种 怎么讲就是哎呀好像没有什么作为的文容 观点就徘徊在这两个尽端上 当然不可以这样子看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毛坚老师 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 他的作品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比如说这本一寸灰在封面的这句话 就有点把我震了一下 直到把所有生活都经历 终于能够抖掉相思留下一寸灰 是 对 就是特别有意境 中国作家毛坚 他的真名就叫做毛坚 是爱喝茶的爷爷为他取的名字 因此大家爱开玩笑说 幸好毛坚的爷爷不是喜欢雨天 不然他可能就要被叫做毛毛雨了 悉尼认识毛坚是从他的影评文字开始的 看似简单通俗的文字 却在字里行间看出毛坚对这些电影作品 或者是相关的电影种类 都有他独特的观察 不只是一种观后感 更是对每一部电影的二次创作 他写电影的approach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一般的影评会比较针对于 看了某部电影之后 就是一些感觉来写 可是其实他是重新诠释一部电影 甚至会把一些场景也写出来 所以即使你还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或者是比如说毛坚老师他 他本来就有写很多根本我的年代接触不到的电影 然后就算我没有看过 我也觉得我可以有身利其境的感觉 然后当他把那个价值写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用他的那个视角 再去看一次那个电影 就像有一部摄影机重新再拍过那部电影来呈现一样 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他本身毛坚本身有说过电影就是他的生活 他说这有一段话 他说就像风在空气里一样 所以也有人把他就是称为全球第一个 就是华人圈子里面 第一个看过一万部欧美经典电影的最年轻女教授 哇他的 title 很大 可是就是证明说他其实是真的是看了好多电影 对我甚至有点觉得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躲在以前的那种电影 因为后面要搅那个袋子 他就每天就在那边看所有的电影 也有可能 因为他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能够串联好几部电影 然后你感觉上他头脑里面就有所有的database这样子 然后串联起来就完全不突兀 非常的行云流水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的作品精彩的原因 很多时候他们让我们感到钦佩 不是他们的枪法有多好 而是他们的巨人人格让我们觉得 没有比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更辉煌的生活方式 虽然黑了点 毛坚出生于1970年 拥有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学位 以及中文系硕士学位 之后2002年更是在香港科技大学 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 目前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毛坚学士渊博 古今中外或通俗或经典的作品 他都能如数家珍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能力把这些学士写得深入浅出 有趣活泼 让看起来很艰涩的主题 也能够变得很平民 但很厉害是他可以讲很经典的电影 他也可以讲现在 现代我们看的一些 比如说电视剧 偶像剧 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你》 他也可以讲一番 比如说他这一段 他就认为这个Domington Sea 是一个新物种 汇聚了全球一线小生的必杀季 像道明寺一样有钱 像藤井树一样纯情 像Charlotte Holmes一样天才 像钢铁人一样勇敢 把所有的那些人物都融合在一篇文中 他甚不知说 是爱神和孔子 美神和达文西的结晶 不能期望他有太多表情 你看过玉帝声色乱动吗? 而他比玉帝更打动女人的是 玉帝要超度天下人 但都教授只让你一个人飘起来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 你知道女人会觉得 Oh my God 就是他完全用几句话就写出了女生看这样子的一句的一种 你知道就是那个心脏跳的那种feel 然后我看过他写一篇文章 一个影片是关于那个黑帮女人的 古今中外他看过的黑帮影片 我觉得他真的看很多 无数家珍 可是他有一篇他就是说到 欧美的一些黑帮影片 通常都是黑帮英雄都会打女人 可是他文章里说到香港影片那个英雄本色 Marco 他去那个风铃阁寻仇的时候 他是抱着女人 然后就笑着抱着人一边跳舞 可是就是看到仇人出现的时候 敌人坏男人 他就那个枪出事 子弹就向着那个坏男人发誓 可是对着女人特别温柔 就像这个毛坚写的 哪个女人不爱这样子的 毛坚的影评从黑色电影到偶像剧无一不囊括 是这个时代中难能可贵的雅俗兼备 而回到自己 毛坚书写的大学生活 李欣利认为有经历过的人 就一定能感同身受 在一段他写大学的日子的那一段 我是觉得非常的好 当然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很可爱的 我觉得是针对人物的写法 也不错 比如说张爱玲的《限度》里面有一篇 然后也有一些是《星人郭富城》 也有一个是不可疑是张国荣类似 就针对人物写 比如说这一篇我分个手就来 它里面讲到大学生涯 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 说白了不分昼夜的打牌 不分昼夜的睡觉 虚度光阴 分分合合 在青春喷泉里重新洗牌之后 才是大学生活设立子 你知道多好啊 然后后面也是有写到说 这是青春校园 可以舍弃一切 桌牌和情场都是青春 兄弟和恋人都是心上人 爱情不是青春的说明书 金钱也不是青春的反译词 凭着青春二十岁的年轻人 对人类规则发起最后的集体总功 虽然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 就像了不起的Gatsby 但至少有那么四年 没有好好读书 或者没有认真恋爱 也能成就光辉岁月 也许是因为清贫吧 我们把爱情当武侠来想象 神魂颠倒的 试图为爱情列出一个排行榜 宝代爱情更纯粹 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更赤诚 梁山伯与朱英台的年轻爱情 可以进入前十 霍乱时期阿里萨和费尔米娜 年迈的爱情也必须入围 白蛇对许仙是爱 青蛇对白蛇也是爱 美人鱼对王子更是爱 他们可以一起进入爱情神庙吗 李欣一读毛间 先是从影评开始 之后让他深深着迷的 是他跟着毛间一起成长 转变的心态 李寸辉这本作品 其实他有说到 是他对他自己青春的告白 对 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我觉得也是的 当然他告不告白他青春 我不太可以断言 不过我是觉得 对我本身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 当然你也很年轻 不过我可以理解 因为就像刚才他讲的 大学生涯的那一段 你觉得没有两寸的皱纹 写得出这种感觉吗 所以当你认同 大学就是这种 当你走过了那段路 你才会认可 当然我就是也告别了青春 所以我看到别青春的作品才会有功名 李欣一自大学就开始投身电视工作 2006年开始主持电视选秀节目 至今已经是马来西亚观众熟知的主持人 电台DJ演员和歌手 他在2010年开始出版他第一本写真散文集 至今十年过去了 他也陆陆续续写了七本书 经历过不同的身份更迭 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 毛坚笔下所写的心境 他在后继里面 我看到毛坚的后继他写这一段 他说我从一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 变成一个越来越像我妈的中年妇女 再也回不到那种仙妖白裙时代了 到今天也算完全接受我的现状 并且热爱这个现状 说到底为了变成一个中年妇女 我付出了很多眼泪 写了很多没用的文章 我觉得我很认同的 因为我总是觉得女生的时间感会比较强 就是我过了什么阶段 什么阶段我们会比较敏感 男生可能永远就是 真的是永远都是一个小孩的感觉 永远都是18岁 永远都觉得自己内心是狂热的 然后永远不怕别人怎么说自己在哪一个阶段 可是女生就在这部分更要敏感一些 尤其是作者 当你作者每天都在写 然后记录下自己最稠嫩 或者是女生说最矫情的那一刻 因为很多文章都是因为你矫情 就是你有那一刻的情绪才会写 可是当日子过去了 你看回以前你就觉得怎么这么矫情 你就会觉得说 卫不心持抢说愁那种年代 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都已经就是不说话了 就说天良好歌丘啦 可是你当你步入到就说天良好歌丘的过程中 这是对你的写作会有一个挑战的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有那种冲动 跟要有那种心理的涟漪 你才可以写出文章写出作品来 所以我非常理解毛坚他 你说告白青春也好或者是阶段已经不一样也好 看回之前自己的作品 还是会有觉得 那到底是不是我写的那种感觉 李欣利看来十年的时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人也好 价值观也好 他总会忧虑自己正在写的文字 会不会和以前的自己有冲突 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立场又矛盾的人呢 但改变是难免的 欣利认为我们很难强求 每一次的改变都是最好的自己 但我们能拥有的永远 都只有这个当下的自己而已 可是之后就像你讲的 人是会改变的 然后我发现了这件事 其实他人就是这样 甚至你不要说多年以后的改变 甚至现在跟下一刻也可以是种改变 因为这是很怎么说 需要一点勇气的事 因为毕竟文字的记录是很写淋淋的 然后你每一次要去面对自己 它就像你每出一本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去面对那个时候的自己 所以你是需要很勇敢地去跟自己进行一场的表白 告白 然后去跟自己甚至是赎罪我觉得 所以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 几乎每个作家都说过这句话 我也不过是个一直在推翻自己的人 意思是这些作家不断地推翻自己 从前有过的一些想法 这是因为我们不断地成长 经过不同的人和事物 更新成新的版本 新的自己 要推翻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你必须承认从前的自己是不足的 对事情不够了解 但这些阵痛 其实都是学习过的证据 再痛 也痛不过一成不变的人生 但愿你的每一个更新版本 都是最好的自己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 小姑娘对李昂说 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了 因为我现在的胃感觉很温暖 以前那里都是打劫的 因为去除掉了所有花拳袖腿后 爱欲变成一种不需要修辞的实在 它是自己的能指和所指 像小姑娘说的 以前打劫的胃 等你长大以后 那个劫就开了 就温暖了